比赛现在开始 就是咸我能闻出来 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 直接用手在锅里边抓来成个大夫 冰角料也能做成美食吗 看你怎么做 接下来 好 看的不是我 谁在白色衫 江河色 先下锅 这时候加一点老厨子 这会儿不能放 你们俩就蒸起来了 您说 您到底是割还是不割 现在咱不割了 咱不割了 咱不割了 我是菜带汤 这个季节呢 咱们割点白萝卜 人再割点花鸽 提鲜 煎的时候 别老翻它 别老翻 没做汁别想料 做完了得 这是大菜 石头剪子布 谁说了谁吃起来 对对 石头剪子布 千万里我要回家 那里有我同样的食物 你怎么做着饭 你怎么做着饭还唱起来了 我发现啊 我是一好厨子 我不一好歌手 这是你唱歌的张帝吗 他不就是唱歌的那个张帝吗 是我 做饭呢 星光大道的冠军不就是你吗 没错啊 梦想巨省的冠军不就是你吗 不是我呀 当花吧 离开花吧 我是来自山东省辽城市阳谷县的张帝 我更喜欢张帝同学的演唱 时间都去哪儿了 冠军是张帝 张帝 张帝 你记错的话 鸡骨架应该是我们厨房里的边角料吧 边角料也能做成美食吗 在厨房里啊 什么做好了都好吃 看你怎么做 今天我就教给大家怎么做 好 张大叔您今天要做一什么 我今天也做这个 他做这个鸡架了 对 我来一个生鱼骨 你做鸡骨头 他做鱼刺 这个是边角料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创意啊 做好吃了没有边角料 没错 那咱们就先来做这个鸡骨架啊 好嘞 这鸡骨架啊 剁的是别剁的块太小了 本身就没肉 你要剁太小了吃起来更没事 尽量稍微大一点 咱们这个菜有名字吗 好听点叫红烧鸡排 在咱们北方这叫百姓乐 百姓乐 这名词我还第一次听说 因为以前我听说过的是老头乐 过去咱这个花个几分钱买了回来 几分钱一斤 一支 几分钱一支 那真的是叫百姓乐了 百姓乐 对吧 好 洗好了 洗骨架洗好了 以前您经常在家做这道菜吗 没错 这有渊源吗 这个菜啊 说实话 小时候家里穷 那是那会儿 穷人说实话 一年到时候吃不了几回肉 但是这鸡骨架啊便宜 几毛钱一斤 那会儿 这会儿应该 你跟他不是一年代的 他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年代的 我是这个年代的 跟我们挨得近一点 对对 做一个九龙户 不是 改九龙户 来 咱们接下来得用到什么样的一些调料 葱 姜 蒜 切上了 切上了 咱们现在开始做 开始做 来 您来 点火 我真是想听着您一边做饭一边唱的那个歌啊 嗯 青刀白角 天涯海 我说您想吃完面 您 乃哥你等唱啊 一号鸡 来吧 不用刀太多 太多了 一直就憋着 吊着我们的胃口 对 下两个八角就行 放两个八角 八角不用多啊 不用多 干辣椒 搅一下 这就是家常菜 家常菜 搅拌一下 嗯 搅拌一下 嗯 搅拌一下 像他这个可以带 可以就是说把这蒜啊 跟那个姜啊 用鲜变 哦 姜和蒜 先下锅 先下锅 对 然后带个葱 习惯 来 把这鸡酱倒进去 好 好 他们冷不住我 谁都白胜餐 哈哈 我就是搅拌一会儿 因为 它本身那个肉啊 它都有自身的 这有自身的一种西温 对 把它的水的水分 炒出来 对对对 炒出油分以后吧 这时候加一点老抽 可以加点老抽 颜色会好看 但是但是这会 这会儿不能防护什么的 水分没炒干净 嗯 这个菜做法是 全是用酱油 不放盐 不放盐 所以说现在不酱也不好出 要不然那颜色太多 但是鸡骨这儿有一个 什么大的 你们俩就蒸起来了 我没蒸 鸡骨这儿的水分 少油打 哦 对 对对它油打 所以来我的经验啊 你这时候搁一点老抽 搁老抽的意思是 让它熟 您到底是搁还是不搁 现在咱不搁了 咱不搁了 不搁了不搁了 那就比较酱 这样吧 鸡骨架 差不多了 这个水分炒得差不多了 水分差不多了 赶紧把这个酱油倒进去 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吧 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吧 我们家爱我 为什么我喜欢做饭 因为我们家哥仨没有女孩儿 我妈也从小也把我当女孩儿养 比如织毛衣啊 你老腰呢 对啊 我老二 织毛衣 我也会 纳鞋底子 就农村那个织布 织布机 缝纫机什么 我全会 一边织毛衣一边唱歌 这边还在纳鞋底子 织布呢 鸡骨架 那本身骨头就涵盖 本身那鸡骨啊 它是开胃的一个一个 对 健脾 健脾 健脾开胃 有时候咱们就说 在家来讲 这些骨头的东西 就是鞭脚料的东西 不是没用的 那都是好东西 都是好东西 对 你看什么吃的有滋有味儿啊 给你大块肉 不见得吃的有滋有味儿 对 你这鸡架子 一个大骨头带那么一点肉 对 对 出滋味 青椒切一下 这青椒是起锅的时候用的 对 起锅的时候 一个是用来提味儿 二个来说就是 颜色一块 切大块 不要切少了 张帝你做过最多人吃的一席菜 大概是有多少人吃的一席 我就炖鸡骨架 就炖鸡骨架 炖了大概有几十只 因为那是四十多个人吃吧 哇 都是这一个菜 对 炖了一个大锅 这个菜对于张帝来说 是一个看家的拿手好菜 就做的最多的 做的最多的 对对对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苦思甜 有的时候 我这一做就想着吃什么呢 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那块 这个做鸡骨架子 我们家不是说哭穷是什么的 真的是那种条件 家里就是说 我记得老郭的相声里面 有一个说过什么 外面下小雨 屋里下中雨 外面下中雨 屋里下大雨 下大雨 下大了就得去外面夺雨 哦 所以说当时我 我那个出来的目的 就是说 想给我家里 翻盖着 盖着 盖着 做那个不漏雨的房子 再加糖 糖在这儿 不是 我加红糖 加红糖 对 这人自己琢磨的 自己琢磨的 我都试过 我也加过白糖 也加过冰糖 但是出不了那个味 我具体的有什么道理 我不知道 烧红菜搁红糖 烧白糖 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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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菜搁冰糖 炖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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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搁冰糖 不是青椒 其实蒸汤的这个菜做法真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放的料 都是简简单单的 对对对 就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吗 好嘞 来吧 好嘞 这叫红烧鸡排 红烧鸡排 来咱咱尝尝吧 来 来 来 这个鸡屁股给您 来来给您鸡屁股 您太客气了 您是特别客气 我听过一个 最让大家想起来就有点这个毛骨悚然的边角料 就是鸡屁股 但是有人就爱吃 特别好吃 是吧 要嚼到这个 来 我来一句 鸡屁股是好东西 我觉得好东西呢 应该给今年呢 运气不太好的人给他补一补 石头剪子布 谁说了谁吃鸡屁股 对对 石头剪子布 哇 怎么能这么好吃 是吧 是不是特别好吃 哇真的好好吃 特别简单特别好吃 我觉得它这个味儿和什么东西有关 和红糖有关 对 就那青椒没在里头是长期一炖 对 这有青香那种青香味 青香味出来了 它那鸡本身的那种腥味 全给去掉了 而且综合了一个这个炖菜的香味 第一 是刚才我没有放其他调味料 第二呢 不放老抽 其实这个味道也行 如果放了老抽是不是 颜色更重一些 这个菜竟然这么好吃 是吧 石头剪子布 石头剪子布 真的说 你吃鸡面了 你来 特别好吃 是吧 有嚼到这个 锅烧热 放油 放入忌骨架 炒出里面的水分 这是为了去腥 炒完之后就放酱油 因为这个菜不放盐 用大火或者中火炖 给你自己放的水分吧 这个水呢 没过这个鸡骨架为尺 然后看那汤汁快干的时候 抓一小把红糖放进去 然后这个再把这个青椒 青大段放进去 红烧鸡排就算完成了 张大叔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你说 三文鱼的骨头把它做成边角料 这个菜 而且我不光是做成一个菜 我是菜带汤 光说不练就是夹吧 来来来看 我先练 来来来 这三文鱼 三文鱼 一般剔的都会留点肉在上面 都带点肉 剔不干净 剔不干净 咱们是一开四 是吧 剔成四段 对 大叔 像这个三文鱼骨好买吗 非常好买 比如说三文鱼大概肉是多少钱一斤 鱼骨大概是多少钱 鱼骨大概是多少钱 鱼骨大概四五十块钱一斤 四五十块钱一斤 比较新鲜的 七八十 七八十一斤 那像鱼骨呢 鱼骨十来块 十来块钱 对对对 咱们先把水做上 咱用白萝麻 这个季节呢 咱们隔点白萝麻润肺 润肺的 润肺 咱们这个萝麻 跟三文鱼骨 炖个汤 炖个汤 剩下的呢 咱们香煎 香煎 香煎和太极 走在香煎的小路上 咱们说菜 刚才叫你唱 你们不唱 现在就唱 不是 刚才你们老问我话 我没法唱 现在呢您做菜呢 我没事了 我就可以给您唱两句 您帮他唱着来 给他结束 一二三 好 用三文鱼骨来起这首歌 好 预备开始 各位观众 请看这里 长大厨师 是在做三文鱼 骨骨 骨骨 到底好不好吃 我拭目以待 心里等得特别着急 咱们把这个 萝卜丝下剑 咱们把这个 萝卜丝 萝卜丝 这道菜就是 萝卜丝包萝卜皮 咱们现在先把它开小火 开小火 我觉得张大厨 这样的一个版型 唱什么歌 做这道菜是最合适的 当当当当当 大厨 东王牛 全上的鸡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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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鞋给煎出来了 但是张大厨 这个鱼是要用来煲汤的 对啊 所以这个鱼煎不煎熟都没关系 没关系 最好还是做鲸 做鲸 为啥 它那腥味啊 煎出来了 对对对对 就像我刚才做那个鸡的时候 坐在那边炒一会儿 它是水分的腥味 是里面的水分 你把那水分炒出了之后呢 这就去腥了 好了这就好了 做汤的就好了 把萝卜丝得先放在那边 对 先放在煮 咱们喝几粒这个 白胡椒吗 白胡椒 白胡椒 对 为什么放白胡椒呢 去腥 刚才说我们这还黑胡椒 你为啥会放这个 白胡椒黑胡椒 黑胡椒黑胡椒 黑胡椒没有白胡椒 这个辣都辣 也不适合炖汤 那为什么放粒不放面呢 放面的话显得脏 除了放粒它就干净了 是吧 这是个门呢 是是是 我这个汤还有关键点 还有关键点 您说 花椒 哦 鲜 对 花椒 提鲜 花椒 还有什么功效 什么功效您说下了 我都变半天了 盖不点 王阳不点 什么叶芒正啊 这都特别好处 哦 咱还小火炖着它 这时候咱们让锅炒 这牛还照样用着 照样用着 照样用着 好了 这时候咱们可以撒一点盐 撒一点 稍微咬它有点底味儿 哦 嗯 我要的是这个 这个效果 哦 这个颜色 嗯 其实这个翻来覆去的翻 也就只翻那么一次 对对 翻那么一次 哦 好 行吗 好 好 一盘子 能搁这 这工具已经把这个 咱们鱼给煎熟透了 煎熟透了 熟透了啊 下面是炒一个清炭 嗯 吃这三个吃呢 有点腻 可以豆芽 哦 豆芽 我再拿一锅啊 咱们这个还少来油 就一点油 一点油 两三克油就够了 嗯 嗯 放这儿的 嗯 姜丝 直接就下锅了 直接下锅了 哦 也不放什么调料 放 稍微放点 一会放 稍微的来点盐 少来啊 嗯 一两克 对对一两克 少点点酱油 酱油 少来一点 关键点就在于这豆芽什么时候熟 很多人炒豆芽 要不然就炒过了 要不然又生味 实际上我跟你说 特别好吃 嗯 一趴下了 对 熟了 而且看颜色 对它透亮之后赶紧出锅 因为它含有二次成熟 哦 每个地方那盘子 这个啊 对 必须让咱们 让人看着咱们是边角料 嗯 做的没做这是边角料 做完了得 呦 这是大菜 哦 明白 咱们现在开始调的汁 一般来讲呢 像这种实际上也可以吃了 哦 咱们撒点椒盐 椒盐 但是咱们这回呢 咱们换做点 嗯 咱们拿那个鱼豉油 咱们调一个汁 我现在把鱼豁放进去 嗯 好 香煎三个鱼豁 嗯 香煎三个鱼豁 走 走 好了 走 走 哎呀 看到我已经流 好辣 嗯 好嘞 就好了 这就好了 好了 哎 有时候你说 直接吃鸭肉吧 吃不出来劲道 你直接带给什么鸭脖子啊 什么鸭骨头啊 对对对对 哎 你这个啃得还仅仅有味 对对对对 嗯 那汤怎么样了 汤 大火 双鱼 嗯 咱们现在百合 百合 也是润肺 对吧 最后隔 鲜哥煮辣子 最后隔 有口感 营养还全保持在里面 嗯 我关火 咱们把它盛出来啊 好 嗯 鱼骨得小心点啊 没事 它不会不会碎掉吗 不会 煎的目的就是这样不冷了 嗯 想不到你还放了一些花葛 汤就更鲜了 哎 好嘞 三鱼骨两吃就算完成了 我这个菜是两吃 完了一个是用三鱼骨啊 加白萝卜加花葛炖汤 咱们到最后呢 加一点牛奶 完了呢 加一点鲜百合 百合要最后加 为什么先加的话就烂了 而且把营养破坏了 而且把营养破坏了 咱们用那个鱼齿油汁 完了鱼齿油汁里呢 搁上点胡椒粉 搁上鸡精 稍微搁一点糖 然后把汁倒在不粘锅里头 或者煎锅里头 稍微的给它烧开 烧开的目的是让它浓稠一点 完了这烧开的时候 加点点油 这是关键点 做完的东西它是亮的 今天给大家请来两位补水专家 非常补水的菜 生鲜鱼丝汤 把鲜香爆香之后捞上 这是家庭主妇必备窍门 你真的就一根一根下呀 就是一道春天的菜 锁水和护水养生煎酿 西葫芦 是不是有点肌肉粘稠 都浓了 裹到这个上边了 来小二上菜 比赛现在开始 就是咸我能弄出来 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 直接用手在锅里头 抓来尝个大夫 哇 这汤怎么这么咸 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 各位 臭萝卜那味 没有了 对了 没了 我就是家的花葛这个功效 能去除这些杂味 所以说咱们喝点这个 特别好 难以想象 放了牛奶以后 喝不出奶味 但是这汤里面全都是鱼的鲜味 哎呀 这汤真好 对 而且你里头 所有的料都能吃 除了那个 骨头 咖喱吃 骨头都能吃 骨头能吃 能吃 越嚼越香啊 刚才我说过了 鸡吃骨头鱼吃刺 嗯 对 来 还真好吃一吃 嗯 特别好吃 对 这一块下酒 真不错 喝瓶酒 喝白酒 看不见 张大厨今天呢 是一个三文鱼骨 做出一个菜 和一个三文鱼 可能您现在看我们吃的 美则汁的嘴里呢 也开始有了一些化学反应了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 可能会留下来很多的边角料 尤其是厨房里头 嗯 自己仔细琢磨一下 可以把扔掉的那个鸡胸骨 做成一个红烧鸡排 嗯 对吧 咱们这三文鱼骨 也可以做成两吃 一个汤一个菜 简直太美味了 你说这道菜 哈哈 就是美味 便吃美 哈哈哈哈